2019年双鱼座工作运势啊 其实要很注重就是要在专业上提升 所以其实很建议双鱼座的朋友们 就是这一年其实你要在专业上进修 因为在过去其实身边都有人 协助你工作上面的一些部分 可是接下来你需要 在没有这个人协助之下 你自己依然可以独立完成在专业连业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愿意提升 但你工作运势也依然在继续不断的维持 这样的不错 双鱼座在2019年会有点懒惰 不太想理财 然后可能就会想要把理财这个项目啊 可能将我身边的家人来处理 可是这一年其实你是不能偷懒的 你可能要重新调整一下 你自己的消费的一个方式 不然的话你只要钱怎么流出去的 你自己都会不清楚哦 双鱼座在2019年的桃花运势啊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崇拜的感觉 或是暧昧的对象出现 所以双鱼座很隐 就很享受于在这样的一个暧昧的氛围当中 可是有时候他会很扶腦 觉得这关系为什么忽远忽近的 可是双鱼座的感情运势 就会在一个就是不明朗的状态 所以这一整年其实 你就享受这种恋爱感受 没有非得一定要定下来 是没有关系的